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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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聽日曹哥 你在看甚麼? 好像是旅行照片 阿米姐姐 我的確在看其他地方的照片 這幾張照片 看看有甚麼共通點 先看看 我看見好像… 對我來說 有些陌生的 不太熟悉 不過他們外面 有很多綠化 很多植物 而且很通透 好像用了很多玻璃、木 這個觀察挺好的 這幾個都是不同類型的 一些綠色的建築物 除了有植物 去做他們的點絕之外 你看到也有很多 以玻璃窗為主 自然透光 甚至乎坐落的環境也很清幽 他們也有一些太陽的 收集光線的設備 也可能會有一些 雨水收集的設施 例如這個為例 這張 在台灣北投的一個 叫做北投的圖書館 他拿了鑽石級的 綠建築標章的圖書館 在台灣第一座 就是獲得綠建築資格的圖書館 他的建築材料用甚麼來做 我看到有很多木材 沒錯 主要用木去構成 第二 他選出建築材料的時候 也會找一些可以回收的材料去做 而且在他的屋頂裡 也會設計了太陽光收集鐵絲 讓他可以儲電 甚至乎也有雨水收集鐵絲 目的可以做到節能之餘 也可以撐到水 他同時也拿了美國頒給他 全球25個最漂亮的圖書館之一 聽你這樣說完 我真的很想去一下 因為其實他除了外觀很漂亮 整個環境很清幽 你剛才提到保護環境的能力 這個建築物也很強 沒錯 其實提到綠色建築 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設施 我想在香港 這個可能會比較容易建立 沒錯 這個應該真的比較常見 現在很多人在自己的屋頂 可能村屋會做的太陽能板 其實香港政府也在鼓勵 香港有的村屋 以至公客設置這個太陽能收集板 可以將太陽能轉化 做電力儲器 但有些朋友可能以為 做綠色建築其實只有這種方式 事實上如果要說綠色建築 可以在很多層面處理 例如在建築的時候 剛才提到的簡建築材料方面 是環保 有沒有再生物料 或者將來真的要拆射的時候 那些東西可不可以重用 第二就是在整個建築物的操作裡面 剛才看到的這些不同例子 在日常操作裡面 他們可能會用到一些採光的設施 除了收太陽能 可能日常就會靠這些玻璃珍的光 透進去 令它不需要用照明的系統 或者剛才提到的雨水收集設施 就可以用這些雨水來做沖刺 或者波濾 甚至可能可以洗的人用等等 那香港有沒有這些建築物 都比較環保 而他們用電量 都可以低一點呢 其實香港也有圖書館 是在行類似的概念 比如天水圍的圖書館 都是做了很多哲能的措施 香港的建築物 其實用電佔全港用電是九成的 電力也佔香港產生的 太排放大概是六成的 所以如果建築物 能夠幫社會截到能 可以減少用電 其實大趨勢 就可以幫到我們減太排放能 那就是我們除了在建築的時候 選材而可以環保一點之外 我們平日常都可以有多些環保的小動作 例如記得關燈 今天就謝謝Teres哥哥你 不用客氣 請按讚 請按讚 文字幕志向